我們這學期的課程 應該說上學期到這學期的課程 一開始是從 JavaScript 然後呢 從命令列的開始 然後慢慢講一直講到 前端就是瀏覽器的部分 然後再講到後端伺服器的部分 那一直到我們上次講到 FDB Server 然後講到 Wikidon 然後再講到RLab 這些我們寫的專案之後呢 就大致上可以結束 那各位期末你做的時候 其實盡可能可以做一個有伺服端的東西 這是這學期比較重要的部分 但是 JavaScript 其實不是只能夠做這些 雖然 JavaScript 是一個瀏覽器裡面唯一的語言 但是他可以做的事情越來越多 之前其實他沒有辦法做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不太適合 JavaScript 但是現在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 那像你如果要做命令列的一些類似 一次檔啊 或桌面上的一些常駐的工具 那你可以用 Share 那你如果今天想開發桌面上的浏覽器型的視窗程式 你可以用 NW 或者是 Electron 這兩個套件 那如果你要開發手機的應用 也就是 Android 啊 iOS 啊 Window Phone 啊 或其他的平台啊 你可以用 Codoba 那 Codoba 它之前的一個版本的名字叫 PhoneGap 那這個是比較多人知道的 但是現在似乎已經不太需要用 PhoneGap 你可以直接用 Codoba 那 Codoba 是 Adobe 這家公司 他把他的 PhoneGap 原始碼 開放出來給 應該是 Apache 這個組織吧 然後開始 Apache 接手維護之後的版本就叫 Codoba 那你也可以開發像 Chrome 裡面的 Plugin 之類的 那你也可以寫 3D 遊戲 在新版的 HTML 裡面有一個技術叫做 WebGL 那這可以用來寫 3D 遊戲 我們之前只看到 2D 的 Canvas 繪圖部分 那現在其實也有一些人用它來寫系統程式 譬如說 上次我就看前鋒翔在用 JavaScript 在寫一個 C 語言的編譯劑 那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 因為他想把 Arduino 整個移植到 Web 上面 所以這基本上是幾乎都可以的 好 好 那再來看一下 好 除了剛剛的本地應用以外 那你可能還會需要這些 第一個是各位盡早的學會使用這個東西是比較好的 那我應該有用過幾次教各位用過一點點 那可是你要試著用它來在你們好幾個人一起做專案的時候使用它 讓好幾個人可以一起寫程式 那這個目前最常用的一個網站就是 GitHub 你不需要架伺服器你就可以使用 Git 上傳你的東西到 GitHub 上面 OK 那這個應該大部分同學都有帳號 我這邊Sign in 一下 好 那進去這就是我的 GitHub 帳號 然後呢 這裡會有我的資料 然後我的專案之類的 這個如果你已經開始像 FTP Server 我也都有上傳到這裡 Wikidown 啊 RLab Server 啊 RLab Server 啊 這都是比較最近傳上去 好 那所以你可以開始試著把你的程式 你的作業直接放在 GitHub 上面繳交 我會比較喜歡看到在 GitHub 上面繳交的專案 OK 那因為這樣代表說你已經至少會用這個工具 你已經開始試著做開放S碼的動作 那這個對寫程式的人來說我覺得現在是蠻重要的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 Node.js 我們寫程式的時候常常都要 比如說執行 然後看你有沒有錯誤 然後有錯誤的話要嘛就變異錯誤 就是語意法錯誤 不然就是語意錯誤 那語意錯誤的話你要除錯的時候 就通常比較難 那這時候你可以用 Node.js debug 一步一步的來除錯 它是有這種一步一步的除錯工具 那甚至有一個叫 Node.js inspector 可以讓你直接在網頁上面除錯 不過其實這種工具我通常不會去使用 因為通常你看到錯誤訊息你就知道哪一行錯 所以我一看就出來了 可是比較困難比較複雜的錯 可能可以用這個 Node.js debug 那另外我們可以用 Mocha這個工具來做測試 測試很多就是你把你的程式放在一個 test 資料夾裡面 然後你寫 Describe IT 這些語法 然後就可以確定說你的程式到底是不是有錯 它會給你錯誤報表 這個是 Mocha 測試驅動開發 上次我們有講過 那再來是建構工具 這個是網站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你要建構一個網站 其實需要很多很多的檔案 包含 JavaScript, CSS, HTML 還有各式各樣的設定檔 那這時候如果你在公司裡面做的話 你通常必須要有一個自動化的方式 你不能每次都用自己重來一次的方式 所以你要有一個自動化的安裝方式 那這時候就可以使用 GUP這種東西 那再來如果你今天在公司裡面做測試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做一些自動的測試 因為每次你都 各位在寫這個期末作業的時候 你會碰到一件事 什麼事呢 你一開始是在寫程式 但是到最後你都沒有在寫程式 都在幹嘛 都在打資料 為什麼你要打資料 因為你要對你的程式進行測試 那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打的資料越多 你測試速度就越慢 對吧 因為每次都要打一堆資料 那進去帳號密碼 什麼之類的 一關又一關 然後最後你測試就越慢 那而且這樣測試通常是沒有效率的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像 Selenium這樣的網站自動測試工具 寫程式去測試你的網站 寫測試程式去測試你的網站 我們要測試 我們要測試一般的命令列程式 我用 Mocha就很好用 可是我要寫程式測試網站的話 用 Mocha就不夠 必須要用 Selenium這種東西 那另外整合測試這個是像 Jenkins 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一個開發工具 那它會在你上傳的版本之後馬上就進行測試 那另外這個壓力測試像 Zeniter 它是說你要稍微想像一下 你的網站可能有只有一個使用者 可能有一百個 可能有一千個 可能有一萬個 十萬個 一百萬個 那到底你的網站撐不撐得住 當然這牽涉到你的頻寬問題 第二個是牽涉到你的程式快不快的問題 然後快取CPU的速度之類的 但是這時候你就可以去做壓力測試 那壓力測試也有完整的工具像 Zeniter 它可以用來我透過程式模擬 一百萬個人上線的時候 看你的網站撐不撐得住 OK 這是所謂的壓力測試 所以這裡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甚至我都沒有用過 所以你可以做本地應用 可以做軟體工程 那另外一個我比較最近有興趣的是科學計算 那所以上次我們有用做一個R-Lab 那也有用到這個Numeric JS 那這些可以用來做矩陣運算 非常方便 那上次我記得有個同學來問我 對二年級的同學 他在問我說老師有沒有 JavaScript的這種 像MateLab一樣的韓式庫 我就跟他講這個 對那這個其實我覺得蠻夠用的 雖然它沒有像MateLab那麼 那麼那麼強 可是矩陣的部分它支援得很好 你可以融合很多個韓式庫做這件事 那另外機率統計 其實也有一個叫做J-State 這個是我目前比較喜歡用的 J-State這個韓式庫 他把基本的檢定啊 亂數啊 各種分佈啊 都做得差不多 那另外 關於數學匯圖的部分 有很多像 這是其中之一 但是像我 我會用 Vis.js 然後還有其他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MateBox OK 可以試著用看 那還有 還有 還有很多啦 其實剩下的東西 你大概都可以在NPM裡面去找 你可以試著從NPM去找你想要的 或者是從網路上找一些人家推薦的套件 因為套件有很多是像你自己上傳的那種 那種有些根本就沒有在維護 那所以 所以你找的時候 還是得要了解一下他的 他的 就是 好不好用啊 之類的 那你每個都要去試用的話 有時候太累 所以 通常我們就會 先看一下封頻 那這邊我告訴各位一個看封頻的方法 像這裡你看到這個是Numeric.js 在這裡其實看不太到有多少封頻喔 那 呃 比如說他有幾個 幾個版本啊 然後下載了幾次啊 然後 上 昨天下載幾次 上週下載幾次 上個月下載幾次 這個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他受歡迎的程度喔 然後 然後 可是 不是很完整 那另外一個是 你上他的Github網站去看 你會看到就是 他這邊有所謂的 幾個Commit 這Commit的數量就代表他還在維護的 呃 呃 那種 程度 所以如果他還常常Commit的話 那就代表這個專案還持續在維護 可是你看像這個專案 他 上一次的Commit已經是2012年 所以顯然這個作者不太有在維護 那可是因為這個專案其實已經蠻完整的 所以OK 那可是有些專案 如果你看到他上次Commit 或今年沒有Commit 你可能就覺得這個專案是 是已經沒有在維護的 那你要不要用他 你得稍微看一下他完整度是如何 通常沒有在維護的很快就會過期 OK 那在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所謂的issue 就是 人家提出來的問題 他說 他說這個 專案是否還持續在維護呢 然後顯然應該是沒有 看一下 這個問題有沒有人解答 然後有人說 上次的Commit是2012 所以顯然是沒有在維護 那這個作者 不維護 有一個辦法 在網路 在open source的世界裡面 其實這是件好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作者不維護 那你覺得這個專案不錯的話 那你就把它接下來維護 你怎麼接下來維護呢 一個很容易的方法就是 你做fork的動作 然後 這裡有個fork 然後呢 我就fork出來啊 然後就說 那我就把它fork到 那我就把它fork到 我的CCCKMID的帳號底下 我就有一個New American 那 既然它沒有在維護 你就 在那邊寫消息說 欸 我維護了一個新的版本 我加了什麼功能 慢慢的人就會跑到你這邊來 因為反正它不維護了 這是參與開放原始碼的一個方式啊 那很多人會覺得 我到底要怎麼參與專案 看到這種沒在維護 又很不錯的專案 就把它抓下來維護 你就在參與開放原始碼啦 你多加了一個函數 你就是在參與開放原始碼 不是吧 所以你只要把它fork出來 你就可以變成這個專案的維護者 然後 這裡 你看到這裡 星號965 watch watch就是 就是我目前在關注這一個專案 像我就有 按watch 那 這裡有兩個分枝 所以這個專案顯然 其實 它上傳的時候 並沒有上傳幾個版本 就是說 它其實一開始不是在Github上面 然後它最後是完成的成果 直接放在這裡 所以它最後只有幾個分枝 然後 有17個版本 你看到都在2012年的時候 是出來的版本 其實它第一個版本 就已經是1.1.6 代表它其實 一開始並沒有放在這裡 那有兩個貢獻者 OK 那甚至你可以請求啊 你可以 不一定你要把它fork出來 另外一個方式是 你直接 跟作者聯絡 然後說 我要参 我要變成 co-author 變成 共同作者 那它就會開權限給你 它開了權限給你 你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而且可以再傳回去 不再需要經過它的同意 那等於是說 它就把專案的維護權 就是變成跟你共同維護 OK 那這是一個很 很不錯的方式喔 就是你可以試著 試著在open source裡面這樣做 那這裡面還有很多很多 像這裡就要畫出你的 這個專案的活動程度 你可以看到它就只有這時候有活動 其他的時候都沒有什麼活動 好 那這是有關於 怎麼樣子參與開放原始碼的 那像這裡我就 怎麼樣子讓你加入一個專案 這裡其實是可以設的 應該是在setting這邊 setting這邊它有一個collaborator 那如果我想把某個人加進來 CCCCNQU 這個是我現在的帳號是CCCKMIT 但是我有兩個帳號 我把自己另外一個帳號加進來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另外一個分身就變成這一個 專案的合作者 OK 好 那我就算你那個帳號進來 我還是可以繼續把程式丟回來這個專案裡面 OK 那這個就是在Github上面的合作方法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工具 還有各式各樣的平台 你可以試著去用用看 如果你接下來你覺得你已經前端會了 後端會了 然後網頁的部分 命令的部分都會的話 你可以試著開始 從開放原始碼的部分去切入 從你有興趣的領域去切入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看到這邊 各位可以繼續寫你的題目的東西